说明极有追求才讲无聊 可能还真的是无聊 就什么呢 表面上你什么也不缺可能 人这一辈子 就是在无聊和痛苦两极之间 看这七连山多美啊 那个年代既没有挖掘机 又没有电动工具 开凿酷刑这么大的洞窟 确实真的不容易啊 他们应该是雇用的吧 对对对 这有一些是有钱人 花钱雇人来开凿 完成自己对佛的一种敬仰 也有些人是苦行丝 那我自己去修行 我开凿这个石窟的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修行和修心的一个过程 这还是麒莲山吧 他把我们弄在这个山坡上 你看我们一不小心就 就就 过得山山下去了 这不就是绝境吗 这个绝境这个词很有意思 他讲那个绝境是指绝对美丽 但是绝佳的境地 但是呢 用到人身上呢 就觉得无路可走 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想 是不是有的时候 如果真的无路可走的时候 山崇水赴一无路 你只要一转头 没转 便是人间盛景 你看 你看那个阿诚不是讲绝境吗 有一次他在一个访问 他说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绝境 然后他说 这个时代的绝境是什么呢 就你猜得到吗 他说是无聊 无聊是鲁迅最喜欢用的一个词 你去看鲁迅的作品里边 他常常讲 摆无聊赖了 无聊了 什么他常常讲 嘴里讲无聊啊 说明 极有追求才讲无聊 可能还真的是无聊 就什么呢 表面上你什么也不缺可能 他讲的当然是 都不缺 平庸吧 我觉得是不缺 就是你连你缺什么 都不知道的那种缺 就是舒本华不是说吗 人这一辈子 就是在无聊和痛苦两极之间 你这一辈子 要不然就是满足了 然后你就无聊 要不然呢 就是未满足 或者满足了的又失去 你痛苦 其实你 咱们如果讲绝境是指 与世隔绝 你就发现 你明明现在 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跟人去联系 都那么快 对吧 你往往又常常觉得 你跟谁也没啥关系 人心还是不相通 还看你怎么来定义 这个 这个 绝境 就是中国人讲 绝路风生 其实 阿老讲那个意思 他说的原话是 每个时代的人 都有自己的绝境 需要跨越 要不就解决问题 要不就解决自己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没有叫什么 跨越绝境 因为绝境 没什么好跨越的 跨不过去 到最后是什么 你忘了它 你能忘了它 就是超越了它 能啊 就是因为 你发现所有的努力 都不行了 那你就 回到你的原点 它慢慢自己汇过去 中国人这个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真是有时候 你退后几步墙就宽了 我觉得这个 不是心理安慰法 这个是智慧 好多人呢 为什么想不开啊 想不开就是因为 他把这件事 当成了一堵全面的墙 封住了360度的视野 可是 失之东渝啊 收之桑渝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比如现在大雪山 按说 要让你看见这儿 你就望而生畏 你觉得你就 过不去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隔绝 对吧 但是呢 一翻过来 一到咱这儿 哗一下 又一春 对不对 徐老师 还有第二春 但还有第二春呢 你看过一个电影 叫巴比龙吗 一个外国电影 叫巴比龙 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说在 法蜀的一个 一个岛上的 一个著名的监狱 这个监狱啊 就是说 你这个犯人 要闹事 要导弹 把你推到一个 就这么大 就像一个狗洞一样 然后 全黑了 这个电影里拍摄到的情况 完全是心理实验的结果 你知道这个非常有趣 当人碰到 咱就说 真正的绝境 绝壁 人会怎么样啊 因为你所有的感觉 需要周围环境的映射 但是当四周 纯黑全没有的时候 你啊 能把自个吓死 因为你就慢慢开始 看见东西了 你看见的那个东西 无尽是你大脑 制造出来的一种印象 这个人就疯了 就是你自己的脑子 会创造一个幻觉的世界 也有的时候 这种绝境 就是说 你会看到 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我举一个 我朋友的例子 他跟他 就比如说 青梅竹马的一个什么人 这个 结婚了 挺好的事情 结果发现 这个老公出轨了 然后离婚了 怎么怎么样 还要分财产 你说够倒霉的吧 然后人家走出来 就发现很好啊 特别自由啊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你不考虑在 你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啊 他说 我一点也不想照顾别人了 他觉得无限的自由 他通过这一个事情 他才明白 原来对他来说 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照顾别人 就是自由 原来婚姻就是绝境 围成 好的小说家呢 就是把人逼到一种绝境 去拷问他的灵魂 这是很多人评论 Dostoyevsky的话 让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 体会 这个 模拟他的 面对绝境 以及克服绝境的 各种各样的 心境跟生活的道路 我们在这里边 得到一种 情绪的宣泄 得到一种 一种一种解脱 很多时候 有些新的东西 创造出来 你会看到 就是那个条件 把你捆到绝境上了 但是你要不要跳舞啊 你一跳 你带着脚料 你就跳出了 最美的舞蹈 困和这个 这种 这种所谓的 这个 绝地反击 你看那武士都叫接打 绝地 绝地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全部赌上了 也不过是个球字嘛 人在里面是个球字 球 也终于有破门而出 铁屋子也可以打开的一天 对 实在不行 咱们还可以滚嘛 哪都能走嘛 给我滚 我现在就要滚下山坡 背后雪山 背景一衬托 你看 乱花剑玉迷人眼 马蹄寺啊 浅草才能莫马蹄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